混合白粉 大家好 我是真能力 今天打算煮了瓷仔魚的菜式 用茄膏煮 类似像茄汁沙甸鱼 看看成不成功 介绍材料 有十多条池仔 其实都是我钓回来的 我就不会特意去买的 不过街市也是买的 这些很便宜的池仔鱼 这里大概都有十多二十条 另外有三粒的红葱头 三汤匙的茄糕 两片左右的香叶 这些有大小 这个就是大概一茶匙的 罗勒 一茶匙的盐 少少的胡椒粉 和两茶匙的粟粉 就给大家看看 除了刚才的调味 其实还剩下了少少的 就是两茶匙的豉油 1.5茶匙的几汁 和3茶匙的糖 加上去 首先 池仔鱼就去头去尾 一定要做 接着就要索干它 一常以往的做法 先索干它 去头 如果回来这些位置 就用刀刮干净 因为很多灰色的很腥 先砌一下 几乎海鲜类 都要索干净 这些味道才可以进去 这些是索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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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都停了水 冰了 所以就不是太多水 如果你们刚刚煮完 就会多些水 就是这样 索干它 索干它 索干了之后 我们可以放在砧板上 没问题的 也在砧板上 我们就要开始醃它 先洒入盐 因为砧板可以放得开些 砧板和砧胡椒粉 就会均匀一些 所以我也是在砧板上 砧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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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盐 胡椒粉 很怕胡椒粉 不够就放少許 醃好後 放少許粟粉 揉一口 還要硬 一起倒少許粟粉 放少許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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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粟粉 放少許粟粉 放少許粟粉 滾一下 攪拌好後,放入碟裡 放好再给大家看 一尝以往切割葱和葱头 煙霧收回中火 然后再下去 大约要煎两次 如果是这样的鱼素 刚刚二十二条 每次就撒一条 你看到这一锅 最初就不要动它 现在我开了这个中火 煎到一会就翻转 煎到一会就翻转 可以用快捷光手 再煎到另一边 好 就煎到这样 煎到这样 金黄色就可以铲起 就先第二次了 好 那现在就 开了新铁锅 就加少许油 刚才我也是煎鱼 不用特别洗的 拿多少许油 大约这么多 然后就加我们的葱葱头 现在我也是开中火 因为锅都热了 开中小火 刚才的中火也小了 为什么呢 我们把葱葱放在三汤匙 不够才再加 再加三汤匙 先把葱葱炒一炒香 快点放下手 放下手 放下手 炒一点 炒一炒的茄糕会较香,不过较较较较 炒一炒 放入菠萝,加入少许辣椒 炒一炒 放入烤火 放入100克 放入300克 放入300克 煮沸 放入300克 放入300克 放入3茶匙糖 2茶匙豉油 和1.5茶匙喵汁 放入鱼 放入鱼 鱼 要轻轻地搅拌 鱼很容易散 轻轻地搅拌 放入3茶匙 炒至少许辣椒 炒至少许辣椒 卤轻较滑至少许辣椒 炒至少许辣椒 大约5分钟 炒至少许辣椒 炒至少许辣椒 烤了大概5分钟 已经入味了 我最喜欢加胡椒粉 多一点煎煎 少许麻油 这边放完东西就要来调活一下位置 调活一下位置 可以每一只都油 不过不要太大力 很冷 煎完之后就可以上碟 上碟再给大家看 做好了 香草茄糕池仔鱼 我试过很入味 但也很快脆 不过要浪费一些油 大家都去试一下 因为池仔鱼也是时令食物 和便宜 可以用一些方法去煮会令它更好吃 遲就告诉我好不好吃 拜拜